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接着讲义 我们在第二集的讲义 1.8这个题目 说到无量寿金的体用相 那么相呢有常形于世 有寿命长远之常德 和光明辩照之辩德 这常形于世之相呢 这个行呢我们用了九个词 上一次呢我们说了常形通行 普行和运行 下面几条呢也很好懂 就不多解释 一行本来就是一行道 称佛愿力 进行说不退之风行 只进不退的 圣行阿弥陀佛即是其行 所以是最殊胜 最超越 平行平等 五称其入 速行所谓的积入必定 速得功德大宝海 这都是无量寿金 这部经啊在世间常形于世的相状 也显示呢他的殊胜 接下来呢我们对比上导大师 对于经的解释 大家可以翻到圣教级的463页 善导大师这个解释啊 相对的文句长一点 我也是先读一下 463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 言经者经也 你看这个起句啊 就跟刚才 谭兰大师那个文句格式差不多 他说经者经也 这里呢 谭兰大师说经者常也 经能持尾得成疲障 有其障用 经能持法 理事相应 定散 随机 亦不凌落 能令羞去之者 笔戒教行之原因 趁愿往生 正笔无为之法乐 寄生笔国 更无所谓 常识起行 果及菩提 法身常住 彼若虚空 能招此意 顾约为经 这一段话呢 如果要分科的话 也是一样 前面是谭标 然后呢 是略士 然后再是祥士 最后呢 是杰明 顾名为经 谭标就是严经者 经也 这就是一个略士 底下详士呢 又分为几块 就是先是出谕 经能持尾得成疲障 有其障用 这是啊 列出一个比喻出来 下面经能持法 这是和谕 这和谕当中呢 又有几种和 先和这个持尾 再和疲障 再和障用 那么障用当中呢 也有两种用 一个呢 讲往生用 一个讲成佛之用 这个我们大家 可以做这个 可以做 吸体一样来做 那我们现在呢 是简单的 来看一下 看我们的讲义 我们讲义1.91 经为脾障欲 这是个脾欲 也就是我们经文这一段 他严经者 经也 这个就好像没有解释啊 这里的经呢 严经者 打引号的这个经 就是指 无量寿经这个经 经也的这个经呢 就是指 经尾县的经 经线和尾县的经 他是拿世间的经尾 这个经来解释 佛教的 无量寿经这个经字 所以 字 虽然是一样 翻译也一样 指代不同号 严经者 经也 所以第二个经啊 就指下面 经能尺尾 经能尺尾 我们地球叫经线尾线啊 南北线 属于经线 东西线呢 属于尾线 这个经能尺尾 是指 直部的时候 这个老的纺织机 我小的时候还见过 那先呢 他纺布的时候 先要把这个 大的经线 拉出来 那这个尾线 在梭子来穿 这样呢 用经就把尾线 摄持住 这样就能成为一片 成为一匹布 得成匹杖 这个布啊 讲一匹 两匹 多长 一丈两丈 那么 由经持尾 成为匹杖之后呢 就这个 布匹的作用 如果仅仅是 一条经线 或尾线 没有作用的 这必须呢 要成为一个整体 它才有它的作用 这是一个比喻 三句话 那么下面是 和谕 经能持法 这个经啊 就指 无量寿经的经 又换过来了 这一句呢 就和上面一句说 经能持尾 经线 能持尾线 佛说的经典 能持呢 种种的法义 这个法义呢 就像尾线一样 这部经呢 就是 一个 大的啊 这个里边 法 所以 这个 法句啊 文艺啊 它是一条一条的 具体的 那么这经呢 是 其总的作用 下面说 理事相应 定伞随机 亦不凌落 这三句呢 就和 得成 脾障 这个经把法 持住之后 它会形成什么样的 一个相状呢 脾障是它的相啊 这也有体相用的意思 经能持尾 这就是体 啊 它的 体质 然后得成脾障呢 它的相 成为一张 一脾 那最后讲它的用 我们这里 经能持法也是体 下面讲它的相 理事相应 定伞随机 亦不凌落 这接下来 就讲它的用 这样的经 理事相应 定伞随机 亦不凌落 这样的经法呢 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下面 能令 修去之者 这等等 这是它的作用了 就是和上面的 有期障用 我们再看 讲义的第二点 1.9.2 看这个图表 所以经能持法 这一句话呢 也是贯彻 下面的三句话的 因为持这个字 我们看这个表 经能 后面有一个持和法 因为持这个字 它的作用呢 就叫 亦不凌落 亦就是 这个 亦里 就没有 散失到外边去的 就像这个经线 能把尾线 持住 它就 不会丢落一样 然后呢 这个经能持法 用持这个作用 就使得呢 这 所有的教义啊 不会 漏落到外边 亦不凌落 就像我们拿个框子 你装一些鸡蛋 或者装土豆 这一框一滴 就不会 有灵头啊 落到外边 这给它持住了 那么 所持之法 能持的作用 就是亦不凌落 所持之法 是哪些呢 就是理事相应 定伞随机 如果只有理法 没有事法 那么就漏落了 如果只有设定机 不能设伞机 那也漏落了 所以由于它是理事相应之法 定伞随机之法 这样呢 就义不凌落 这是所持之法 有这样的作用 那么所谓的理事相应 定伞随机呢 是哪种呢 如果我们配对 谭乱大师的 对无量寿经的解释 那就是刚好是 无量寿法 三种庄严功德 竟能持法吗 那是什么法 演无量寿者为法 决者为人 所以它持的是无量寿法 这无量寿法 是指哪种呢 就是安乐国土 佛清净功德庄严 菩萨清净功德庄严 和国土清净功德庄严 那么这个图表 大家也会看 这都后半像个耙子一样 怎么又拐过来 又拐两种呢 那为什么画表的时候啊 就就问说 干嘛不把理事相应 后面直接就打个破织号 写无量寿法 不就完了吗 不是那个意思啊 那虽然好像看起来好看 我们画图表 不是画规矩好看 我们是要表达我们的意思 就说无量寿法 这后面是绞合的 就无量寿法本身 也有理事相应 也有定伞随机 这三种功德庄严 也有理事相应 也有定伞随机 他们互相之间 也有理事相应 和定伞随机 所以这样呢 他就是绞合的状态 后面啊 就说他所持的法 那么如果从理事定伞来讲呢 就用这两句话来说 那如果是以无量寿法名号 无量寿法呢 就用这样来说 如果三种功德庄严来说呢 他也是 跟这个法也是对应的 所以他有好几重的对应关系 接下来这一句呢 这个图表啊 也是和上面相对应的 我们是引用关经的最后一句经文 刘通芬 最后后面刘通芬的经文 因为这个刚好啊 和他的解释呢 很相应啊 上面标了页码了 那我们把这个池字 我们就解释这个池 这个池呢 我们分为两种 一个池是语 一个池无量寿佛名 那么所谓的池是语 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受持 我所试就这个 我所说的这部关经 佛所佛语 关经佛语 这部关经 佛所说之语 叫池是语 所以这个池是语 其实是指呢 持整个关经 那么这个整部的关经呢 又分为定善和散善 这定善散善呢 张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不过呢 归纳为定善散善 这两种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得很清楚 好吃是语 吃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 那么这么多 展开八万四千法门 收起来定善散善这么多 十三定官三复九品 如果再浓缩的话 就是持无量寿佛名 所以如果能够持无量寿佛名 也就是持了整部关经 定善散善 也是持了八万四千法门 所以我们呢 以后面就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一大藏经啊 为六字名号的注脚 这也是有经典的来句 就是来源于这个地方 这里呢 让我想起来 一段这个 上了大师的法语 大家看 就是合击得寿 应该定散门 466页的第五行 从第三号开始 第三号问曰 未审定散二善 出在何文 经济教背不虚 何击得寿 这个寿很迟 就是一个意思 寿持寿持 就是说定散二善 在哪些文出现 那么教背不虚 教就是定散二善之教 背呢 就加背众生 摄受众生根基的 他不会虚假 那么什么样的根基 可以领受 受持 接受 这个定散二善之教呢 大约 节有二意 医者是哪些不受 等等 绑法于无信 拔难及非人 此等不受也 此哪儿 朽灵丸实 不可有身润之机 此等众生 彼无受化之异 这个不是重点要说的 以后再说 看第二段 除此以外 除了这个绑法无信 八难非人 你诽谤 你不相信 你被障碍住了 那这个呢 没办法 之外呢 一心信乐 求愿往生 上进一行 下收十念 趁佛愿立 莫不皆往 我们一看这个黑体字的地方 很显然 自然就想到 这是第十八院之时 第十八院的意思 是解释念佛的 上进一行 下收十念念佛之人 所以后面他做个总结 此机达上 何机得受异境 他就是回答上面 什么机能够受 这个定散二善之教呢 是念佛之人 所以我们前上面 你看的梅珠啊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念佛机 受定散教 就你只要念佛了 这个定散二善之教 你全部都受持住了 定散二善 它是个教门 它不是行门 所以我们为什么 通过定散二善这样教法 它这个 由方便导入真实 你真正的行门 是一项钻念 所以你看它很清楚 是定 专修念佛之人 他受持定散之教 就定散是教 教它是指向一个方向 有教有行 所以定散文中 围标 专念谜途名号得胜 这个上尔大师的试义 是从头到尾去贯穿的 定散文中 这是教法 指向哪个方向 专念谜途名号 那么这里呢 我为什么想到这里 想到这个地方 因为 我看这 我们刚才学的这一段 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它的依据在哪里 持世余者 即是持无量受佛名 你能受持无量受佛名 上进一行 下受十念 这就是趁佛愿离末不皆往 那等于就受持了 整部观境的定散 定散二善的教法 这不非常清楚吗 这不是上尔大师自己讲的 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所以上来 虽说定散两门之意 这是教法 意在众生 一向钻成弥陀佛名 所以一般的解释观经 都解释不到这个地方 他以为定善 就让你去修定善 散善就让你去修散善 当然这层含义 也不说没有 这是浅显之意 浅显之意 定散二善 一旦归入宏愿之后 它就不是行门 它是教门 那这个教行 两个要注意的 有教有行 由于定善二善 这个教门的引导 我们进入一向专称的行门 那么这样的意思呢 只有善导大师 他解释的透彻 所以教门也可以称为观门 定善二善 是观佛三昧彼宗 一向钻称的 就念佛三昧彼宗 所以这个道理 是非常 圣庙的 我们再翻开讲义的 翻开讲义 第四页 也就是先读一下 大家就随文句了解 广开就位八万四千法门 竟能持法吗 所以竟能持法 如果我们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经 是要总诵 总持 略收就是一句佛名 所以你不学他法 又有和汉 你所有的法门 都卷在这句 无量寿佛名号当中 你要以为说 念了佛还不够 还要再学别的法 别的经 别的咒 那是你本身对佛法 就隔裂了 这六字名号 就已经包含一切了 所以竟能持法 持什么法呢 无量寿法 三种庄严功德 那么这个无量寿法 那是人法 并章之法 所以你持法 也就是持人 他人法是在一体的 那这人是谁呢 人是阿弥陀佛 那么这个佛呢 他是个永不灭度的佛 他是无量寿佛 是永远存在 活跃着 救度众生的佛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经持法 就是持到佛了 佛又是活的 那这部经就是活的 因为这经里边 有佛的活跃在当中 所以是活经 那我们无量寿经啊 这是活跃的经典 是有活佛在当中 这次无量寿佛 是活跃着的 这是佛在当中 所以他才能够 长行于世 做大饶益 他是活动的 活跃的 活泼泼的 来利益我们的 如果你把这经看死了 你看这都没有什么 这要啥 那当然就不能有利益了 他是活的啊 因为他是一部呢 活跃的永不 这个消亡的经典 所以法灭特流 随悦网上 到将来 诸法 诸经为什么会灭度啊 众生根基不堪 而这部经为什么不灭啊 他永远先活的 就像这个长青树一样 到冬天 他也不会掉叶子的 那别的树呢 落木 乔木 到冬天 秋风一吹 叶子飘落了 其他圣道门的经典 末法的时候 这个末法秋风一吹 叶子掉了 这经典没人受持了 得不到利益了 所以就灭了 但是这部经呢 他的生命力特别旺盛 为什么 阿弥陀佛住在这里边 人法并章啊 你再怎么吹 你不可能把阿弥陀佛 无量树的树给他吹枯掉了 说极乐世界的那个树叶子 你苏博世界小无常风一吹 把极乐世界七宝树的树叶吹掉了 那不笑话吗 对不对 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常住不灭 所以这个长青树无量树 那这样呢 永远能够成形于世 所以法灭特留 也不光是说释迦牟尼佛特留 他这部经就有这样的特质 释迦牟尼佛就想留别的经 也不行 像我们冬天树叶落掉了 你长青树松树 它才叶子不落 你才留得住 你说你那个用别的树 你弄个大棚给它照起来 这不可能 该落还要落 说我那个秋风一吹 我风把它挡住 不让它风吹 不让它飞才也掉了 它就是那个特质 所以圣道门的经典 到了末法灭法时代 它自然众叶飘落 然后我们净土法门的经典 是报佛 阿弥陀佛永不灭渡 永远常住 他这样的佛常住 经常住 他才能常行于世 在我们心中 所以常行于世 一方面讲的事件流行 其实就是在我们心中 可以运行 你是闹门的经典 在事件在流行着 但是你开不了物 你不能证无声乏人 你叫什么叫流行的 那你的心不过 就是一个 优盘而已 那有什么用呢 哎呀背啊念的都挺好 但是呢 它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所以行 一定要行在心中 诸佛如来 以众生心而被道场 如果在你心中能够解脱的光明 臣佛的伐喜 能够必定往生的保证 那不就是经的利益 就行到你的心中去了 不然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形式的多 所以法灭特流 随愿往生 因为这部经啊 是活跃的经典 所以不要等待人来说话 他自己就开 就能开口说法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无量世纪放在地方 开口讲话了 不是 就他有一种信息 他有一种能量 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 就像打的比喻一样 像叶明珠放在地方 自然就会放光 当然佛的经教都有这个力量 他会有一种释放出来 像水果 他不用讲话 香味就出来了 那么这部经呢 这个经法的作用啊 所以为什么经说金刚经啊 法华经啊 华严经啊 无量书经啊 你经本放这个地方 他肯定有富华菩萨的护持 也肯定诸佛如来菩萨会加倍 因为他气氛相通 他自然有这个作用 连水果放在里面还放香呢 何况这部无量书经放在地方 不放光吗 那不可能啊 所以很多人翻经啊 读经啊 放光啊 那不是假的 是真的 佛在这里边 但比较起来呢 无量书经啊 他更有人法并章这样的作用 他是经法 同时呢 人也在这里边 所以呢 他就会有种信息释放出来 他不断的释放 释放什么 他讲的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这个佛的名号存在 这个经呢 就永远的存在 并不说经存在 佛的名号永远存在 这个大家不要搞颠倒了啊 因果关系不要搞颠倒了 说无量书经就没有了 那佛的名号还会存在吗 无量书经在这个苏卜世界 无常法也许经卷没有 但是这句名号是永远的 十方诸佛法界当中永存的 既然佛的名号永存 这部经典就必然会永存 因为这个经 它是以名号为体 那名号是向常驻永不灭 这经无量书经是永远不会灭的 所以佛名是活的法 那么这部经呢 就可以说是活的经典 我们再三说活的 活就代表生命力 万年三宝灭此境诸百年 而时闻一念 皆当得身彼 三宝灭境的时候啊 你闻到一念 一念闻信 弥陀名号 一念闻信 这部无量寿经 统统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那么这里讲到百年 这个百年呢 并不是说只限于百年 百年就是永远的意思 也就是一辈子的意思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呢 众生百岁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出世 你顶多活一百岁吧 或者一百多一点 超过一百的很少 所以百年呢 就是说你够你这一辈子用 永远 常行于世故 所以呢 在梵文的梵本 梵本的无量寿经 如果翻译过来 就是永做伟大正理 永远 就是富足迷了的时候 你要把这不经好好的受持 永远作为伟大的正理呢 赐予众生 在如来会里边也说呢 我敬畏大主磊 当令是法 久住不灭 大主磊就是富属弥勒 那么重点意义在哪里呢 是久住不灭 就说明啊 不仅仅是百年的问题 这要合着看 这下面呢 也有两句话啊 也是从这上面 意义衍生过来的 就上的大师他解释 上的大师 虽然没有说 佛名号为晶体 但是他的意思呢 也有这个 这个意思在哪里 在我这 这个地方就出了两句 最明显的 就上的大师的法语 来说明 我们可以看书的八百七十五页 要对着看 圣教集的八百七十五页 第四行 不得闻佛名 焦慢必懈怠 难以信此法 这四句话 其实是对无量寿经的改编 改写 还有我们翻过来 八百七十六页 八百七十六页 第三行 舍满大千火 直过闻佛名 闻名欢喜赞 皆当得神笔 这些都是改写的 那原文我们看 经文怎么说呢 我们翻到九十六页 无量寿经 九十六页 圣教集的九十六页 九十六页的倒数 第五行 看到吗 若人无善本 不得闻此经 是不是 圣教大师把他改了 他改什么呢 若人无善本 不得闻佛名 他直接就把闻此经 改为闻佛名了 这显示什么呢 显示整个这一部经所讲的 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是佛名号为经体 全经所讲的 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当然这也不是上了大自己改 经文本身的意思就是如此 所以你看 还有第二句也是一样的 第二句我们翻一百三十三页 他也是从这来的 一百三十三页的 一二三 四 第五行 事故迷了 设有大火 充满三千大千世界 要当过此 文士经法 欢喜幸乐 受持读诵 如说修行 文士经法 就是设满大千火 必过文士经 如果用寄语来表达的话 要当过此文士经法 那上海大师怎么写的呢 设满大千火 必过闻佛名 他直接就把它写成了 闻佛名了 闻名欢喜在 皆当得身彼 你看这一个字 这个字啊 意思都非常的深远 这就是显示上的大师 对整个无量寿经的 他的这种动见深入 也如果我们解释 就啰啰嗦 讲一大堆 哎呀 车门大千火以后 你们一定要 如果过着大千火 去受持这部 无量寿经啊 就读这个经啊 好 底下讲的人也啰啰啰嗦 底下听的人说 那万一没有金本 怎么办呢 那遇到了文化大革命 又怎么办呢 那我钱买不到金 又怎么办 我不识字又怎么办 好 这一问题就多了 他把一个字一改 完了 所有问题都没有了 圣满大千火 别过闻佛名 还有什么 金本不金本 识字不识字的问题 通通都不存在了 所以那个就是文字将 哎呀 文字们搞一大堆 所以金要归到 这个佛名里面来 你闻到佛名了 所有金都闻到了 这样的解释 透亮不透亮 干脆不干脆啊 就是啊 就好像说的 跟你讲一大堆 怎么种苹果 怎么下防这个病虫害 怎么除草 怎么施肥 怎么开花 结果 好几年还没吃着 现在啪 苹果送给你 就完了呗 所以释迦 像善达大师 如果是我们这样来讲 讲了半天 苹果还没吃着 你看善达大师 马儿果子摘下来 六字笔花 拿去吧你 这就是 这就是祖师 所以大师呢 以无量寿经 所讲的都是佛名 以无量寿经是活的佛经 133页 我们再看这个133页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 如果用这样的观点 以这样的一个心情 来读大经的刘通芬 你会更加觉得呢 欢喜幸乐 经文就说 若闻似经 幸乐受持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尘难得也 这是134页 134页有一大堆话 这是比较性的 134页的第三行 佛与弥勒 如来心事 难直难见 这一段话 好多男子 这两个男的 诸佛尽道 难得难闻 四个男了 菩萨圣法 诸波罗密 得闻一难 五个男 欲善之时 文法能行 此意为难 六个男 到最后 若闻似经 幸乐受持 难中之难 七个男 八个男 无过此难 这句话就九个男子 那我们看看啊 如来心事 难直难见 这是讲佛出世 就是佛出世不讲法 这都是不可思议大事因缘 有的佛 你不要看 有的佛出世讲法 有的佛出世不讲法的 他出世自己称佛了 就灭度了 这是他的因缘 本愿各个不一样 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 他一看 哎呀 佛法甚甚为妙 难自难解 难以受持 一切众生天然 都没办法理解 我不如啊 就此涅槃吧 然后呢 这个大梵天啊 萨摩王啊 什么这个菩萨 都来了说 哎呀 佛你老人家 慈悲慈悲 一定要讲法 佛法这个太难讲了 你讲了那你 太难讲也要讲 讲了大家 根基受持不了 受持不了也要讲 我们要听 释迦牟尼佛 哎呀 诸佛都有方便教法 如一师法呢 分为三乘方便 我尽一档性 方便之力 然后才开始 慢慢慢慢调化 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 大师因缘 难知难见 接下来就说呢 诸佛进到难得难闻 这是普通的法闻 第三章呢 讲大乘 菩萨圣法了 这个就更难 第四章呢 关于这个法 还欲善知识 文法能行 这就是因缘 从佛法 然后到善知识 再到文法的人 能够去做 那当然就更难了 这所有的难 不如这个难 为什么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这部经为什么那么难 这个难有好几种难 一个就是 你难于去做 第二就是 稀有难得 难得可贵 因为这部经啊 它太尊贵 我们的无量书经 它是人法并章的经典 它是浓缩为 就南无阿弥陀佛 别愿加持的经典 它是活泼的 活跃的 永不消失 永不这个 像褪色吧 永不褪色 永不凋零 叶子永不飘落的经典 是永远充满着 生命力的经典 如果其他的经典 到时候你还修不了 你想修 你还没那个根基 然后呢 时代还不允许 这部经典 跨越一切时代 长行于世 做大饶益 所以这样的经典 你遇到了 那是不是小善 跟夫的因缘 这是难知难见 难得难闻 这个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这个难是极表赞叹之一 稀有难得 所以欲闻稀有法 此复最为难 这个是纪句里面所讲 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 因为我们这部经典 那是有无量寿法 无量寿佛活跃在这当中 人法并章 利于我们众生的 所以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那我们居然遇到了 那应当怎么样 应当信寿奉行 射满大千火 必顾要闻法 这都是说这个经 他的稀有尊贵难得 我们躺到床上 冬天还闲冷 夏天还怕热 法师 善知识 祖师 菩萨 都把它 又把它经典翻译出来 不要节级经典 又翻译经典 还解释 哎呀 解释那么多 那么细 那么透 然后呢 送到你的耳朵旁边 送到你嘴巴旁边 说你尝一口吧 送到耳朵 你说你 你相信你念一句佛吧 你相信吧 还很多人 睡觉 别打扰我 我要睡觉呢 三界大梦正憨着呢 还不想听 得了厌食症 肚子里鼓胀胀的 我吃不下 吞不下 吃了什么 吃了五欲的那些 乱七八糟东西 在里边发酵了 肚子鼓胀 蓬蓬鼓 所以要尊重法 怎么能够尊重法 那底下这几句 前面说过了 为什么能够 德文彼佛名号 就欢喜永悦 为德大力 则是无上功德 为什么文史经法 能够欢喜心乐 为什么文气名号 能够心心欢喜 为什么文明欲往生 都能够接习到彼格 接习到彼格 这都是因为 人法并章 又无量授法 这个名号 作用 好了 这呢是展开了 我们还是回归到讲义 1.9.3 理事相应 看书呢 还是翻到 463页 所以理事相应 是怎么理解呢 到底什么是理 什么是事 又什么是相应呢 我们分了好几重 当然这个详细解释 都有多种的层面 我这里列了几条 供大家参考 第一呢 就是通途的 一般性的 所以理 就是性空之理 是 就缘起之事 佛门呢 常常说的 缘起性空 所以空性 性空 这是根本的 佛理 你不管任何事情 他离不开这个理 离不开这个理 或者讲真如 或者说实相 或者说第一异空 或者说法性 或者说法界 或者说法身 这都是一个意思 那么理 虽然这样 他的事相上 也显示呢 种种一些万法 这就是事 这万法是缘起的 桌子 板凳 我说话的声音 你烦恼 你高兴不高兴 这个都是 从理上讲 都是空性 但是你现在还在烦恼着呢 眉头揍着 饿着晚上下午怎么办 这是缘起的 所以他所谓相应的话 缘起不爱信空 信空不爱缘起 缘起的当下 就是信空 信空的当下 就是展现一切的 法界缘起 那这就是 所谓的理事相应 但这些圣道门的观念 讲再多 没用 末法秋风一吹 飘了 落地了 叶子掉下来了 不是活的 对我们来讲 那个 有时效性 说阿弥陀佛的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世界 讲了很多经典 都是一个产品作品 保之期 圣道门经典 保之期 1500年 过了之后 到灭法时候 就不行了 说无量寿星 保之期 永远 永远 到底 为什么 法王 阿弥陀 成为佛的名号 成为佛的名号叫 无量寿佛 那么也就是大涅槃法 也就是真如 实相 法性 这一切 在我们净土门里边 就是无量寿 贯彻过去 现在未来 永恒不变的真理 真理的理体本身 那么是呢 就无量寿法 展现为三种功德庄严 这是极乐世界的 种种庄严之镜像 庄严之势 也就是观境 这极乐世界 所有都是无量寿 一片叶子 一滴水 鸟 音乐 都是从无量寿 所流现出来 所以这样的 向好庄严 其法生 这句话是 谭老大师 在网站的录里面说的 向好庄严 就是观境 种种的事 这个事呢 当下 它是 阿弥陀佛法身的显现 就是无量寿 大涅槃法的流现 所以向好庄严 当下即是法身 这就叫理事相应 那么这一层呢 讲的是 极乐世界的 理事相应 下面一层呢 是就 这个法门 宏愿 和药门 理 就是阿弥陀佛法的 48大院 特别是第18大院 这是一个根本的原理 这里的理呢 有稍微的层级层面不一样 是原理 理则 那么是呢 这种理 根本之理要通过 事相上的说明 所以一切善恶 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 莫不皆成 阿弥陀佛大运业力 为真上缘 这个所谓的 皆成阿弥陀佛大运业力 为真上缘 就是讲一个根本的道理 根本的法则 那么前面一切善恶凡夫 就通过这个事 来显示的 那就是定散二善 十六关门 这就是事相 由这个事相 引导归入这个理 就是这个定散二善 你看佛在讲定散二善 讲十三关门 讲十六关门啊 他的内心里边是望佛本愿 就他所说的一切语言出来 他这里边是以本愿 佛的宏愿 作为他的根本的理则 摄持住的 他不是散的 不像我们讲到定散 就是跟这个本愿 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念佛都扯不上边 然后还在打关子 还在那吵嘴 说我修定散不能往生吗 我修散散不能往生吗 定散散散 这个宏愿就像一个大树的树干 定散散十六关 三伏 就是树干上面的 这个树干上面生出来的枝叶 你把这个枝叶离开了树干 他怎么能活得了呢 这个枝叶一定要归向树干 而树干也一定会生发枝叶 就迷途的宏愿一定会生发出 定散二善十六关门 然后一定会通过这个摄受一切众生 归入一项专念 是必然的 这就是一棵大树 菩提树 那我们很多人就以为说 我靠我的定散 靠我的散散 那你是把这个树的枝结下来 那不能往生的 肯定是不行的 靠你的三福 要求往生 你要不是跟这个 弥陀的本愿这个树干 结合在一起 你肯定不能往生 所以老是要打官司 到底修定散能往生 不能往生 修散散能往生 不能往生 那看你是不是归在 宏愿这个理 有没有衬托阿弥陀佛大远业力 那什么叫相应 由定散二善 入一项专称 这就叫做理事相应 而我们现在的很多人 在那里修行三福也好 或者是做其他的修行法门 万善回向也好 他如果没有入一项专称 你没有理事相应 你没有理事相应 你怎么能往生呢 让我们想到 这个相应两个字 让我们想到 称必如来明 如必如来光明至相 如必明义 如实修行相应 故 这个才叫如实修行相应 理就是实 真实 这个事相上 归到这个理一致 这个才是理事相应 这样的决定往生 第四重呢 也说到理 理就是实相 唐人大师说 实相身为物身 这个事呢 就是为物 物就众生 为了众生 而展开 相应就是说 当下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既是实相身 又是为物身 那我们念佛 也是理事相应 我们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当下就弃如 这个实相的理体 是实相身 虽然你不懂 没开悟 没关系 因为佛的名号 本身有这个作用和功能 而当下呢 这句名号是救度我 为物救众生 这个物不是别人 就是我自己 这个烦恼罪业 深重的众生 是为我成就了 这样的正确名号 它是利于我的 我在事相上 在称略这句名号 我本身就得到它的利益 所以呢 就是实相身为物身 这个就是理事相应 所以最简单的 理事相应的法门 最究竟最彻底的 理事相应的法门 相应弥陀的 急则之理 又相应我们众生的 日常修行之事 那就是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最大 最容易的 最普通 又是最高妙的 理事相应之法 以我们这样的根基 除了这个之外 你想再有理事相应之法 是很难的 所以要真如是相 第一空曾被错心 那么理 讲缘起 讲信空 讲实相 你怎么跟他相应 他是 我们念念在无常当中 这个理事 常恒不灭的 我们念的是有为的 这个理事无为的 我们是念的有漏的 这个理事无漏的 所以你有漏 怎么能相应无漏 有为怎么相应无为 因为无常 怎么能相应 这个常恒涅槃之法 所以你要去 以我们这样的根基 要修行理事相应之法 所以禅宗就讲了吗 你必须悟后起修 没有开悟 悟是悟到什么 就悟到这个 常恒不变的理 然后你才能可能 理事相应 跟到他修行去 如果没悟之前 念念都是盲修下面 你还没没摸着呢 你讲什么修行啊 但是净土法门就不一样 当下 理事相应 下面说的 理 明己法 也就是人法定章 这就是理 事就是我们称明这件事情 这里的理啊 就是原理理则 相应 称明 你即是归命无量受绝 称明 就顺合了阿弥陀佛的本愿 称明 就被阿弥陀佛的光明 设去不舍 如比如来光明志向 称明呢 就是佛陀就保 阿弥陀佛就保证你 众生称恋 必得往生 像这些 都属于理事相应的范围 而这样的理事相应呢 都说在 《观无量受佛经》 《无量受经》 和阿弥陀经当中 虽然说理事相应 净土门呢 多从事项而入 圣道门呢 必从理体而入 就像刚才讲的 悟后其修 没有悟 那你门没找到 所以他从理上来入 从理上来入就比较难 那么事上来入呢 这个事不是我们世间的事 因为世间的事都是无常的 你三福修的再好 仍然是无常法 那么这个事什么事 这个事是极乐庄严事 比如你观 你直接就极乐世界的 十三定观 境界来观 那么他当下就是实相法 所以事的当体就是真理 我们这样世间的事 如果菩萨来看也是真理 依我们来看 它是无常的 这块布也会 到后来就焚化了 就是 那这个世界都会荡灭了 那么你这样的事 当然你不可能 契入真常之理啊 所以我们所讲的事 一定是 极乐世界的观景 对象 还有 就是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这个事 是佛的境界上的事情 是佛的 因地的所有的 修行 对于真理的器物 而临界为 这个事上的功德名号 给予众生 我们打个比例说 我们现在都用手机 如果手机不发给你 我天天跟你讲 这个信号 传输的道理 你什么时候 能搞到这部手机啊 我把这手机给你了 这就是事 成为一个事项 一个产品 给你了 给你了所有的理 什么手机信号 怎么传输 怎么翻译 什么都有了 所以事中一定含有理 理由是显 是逼 当然这个事 刚才说了 不是世间的 无常之事 是阿弥陀佛果决 庄严 他所显示的理 就是真理 极则 所以事啊 更胜于理 事是结果 理呢 还是个原因 还在音上来修着呢 所以如果光是讲理啊 很有可能 叫做霍达空 就是讲了一句 你看有的人初学佛的人 还有一些生死性不强的人 就喜欢讲那玄妙的道理 好像讲了就是他的一样 当然也有作用 也有效果 那我们初学佛都这样的 这样极乐世界 也没什么道理和讲 去此即方 过十万亿佛图 有世界明月极乐 基督有佛 阿弥陀 尽现在说法 去保持八宫得水 这些东西 一点玄妙道理也没有 应该是不过瘾 觉得是 其实真正老是修行的 所以净土法 为什么高妙 它就是事项法门 这个事里边 已经包含了 一切的唯妙道理 而且把唯妙道理呢 由愿性庄严 展现为具体的事项 给你看 这就成果就拿出来了 事就代表成果 那个理还在那研究呢 哎呀 在研究院 研究院 再研究研究 那个还是比较虚的 研究成果还没展示出来 所以我们净土法门 讲理事相应 就从六字名号入手 这六字名号的当体 就是最高的理则 是成熟的 完整的理事相应的法 授予众生的 那么圣道法门 虽然讲理事相应 比如讲法 花言经讲的 理无碍 事无碍 理理 什么事事无碍 理事无碍 讲得非常好啊 但遇到你呢 理事无碍吧 你头一过这个墙 还转个大包 说我就不服气 就不服气 转烂了 你不可能做到无碍 好 今天这节课到这里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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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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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